欢迎各位益友全面进场 在这一次我们继续去跟进一下香港的最新情况 话说在近日 移民盘录得泄让的个案持续增加 但是中原集团主席施永清就说 移民潮是影响不了楼价的 因为今次移民的人不是个个都有楼 另外他在AM730的专栏当中又提到 香港的住宅楼市已经明显回暖了 只要选择留港生活的人仍然是主流 香港的住宅楼市就仍然会有一定的承接力 好了在讲下去之前 首先就要呼吁各位益友 记得免费订阅我的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先去看看近期移民盘 涉让的情况是怎样 踏入5月 移民盘的成交中数持续上升 更加是录得了涉让的个案 比如说西贡日龙海汇一座高层的契室单位 使用面积就是457平方尺 是一房连储物房的间隔 原先业主就放盘叫价760万 后来就减到740万 由于原业主就急于移民 最终就是减到660万沽出 累计就是减了100万 赤价14400多元 业主在2017年以732万是买到的 账面就蚀超过70万离场 实际上他辞货这么多年 他蚀就不止70万 应该就蚀了100万 因为你要加上其他成本下去才行 所以大家千万要记住 不要摸顶入市 否则来的日子只会哭得一会儿 另外青衣浩景湾10座的高层衣室单位 使用面积684平方尺 三房一套的间隔 是望市街景的 成交价1180万 尺价17200多元 据了解 原业主因为移民要急售单位 并且在09年底的时候 以492万买到的 持货超过12年 账面获利688万 升值大约1.5倍 这就是为之赚钱的 因为他在09年买 09年仍然是低位 因为刚刚线金融海啸才完结 而且也相隔这么久了 12年了 生肖已经是从头数过了 所以17年其实算是摩顶的 入市计算 另外在幸花村二座高层二室单位 使用面积595尺 三房两厅的间隔 业主因为移民急售 获得了东区的换楼客随清 以990万买入单位 赤价16600多元 原业主2013年用490万买入 今次账面获利500万 升值大约1倍 有赚有产 但是最重要的是 既然部署要移民的时候 就不要急售了 我也不明白为什么 那么多业主移民要急售 实际上如果安排得比较好的话 一定能够买到一个更加好的价钱 但是这些人各有智 说得多有些人也不喜欢 又说一家不知一家事 那你决定是否一层楼 你喜欢洩让也好 怎样也好 但是反正来说 现在越来越多数据出现了 移民盘的洩让情况是增加的 所以那些部署要移民的人 要打醒十二分精神 也不要让AA、地产中介知道你要移民 否则肯定是被人压价的 好了 接着我们又看看 中原集团的施永清施老板 他如何来评论香港的楼市 他似乎很有信心 当然他做地产经纪的老板 有什么可能不卖花、赞花香 只不过他赞得来 究竟有没有道理呢 我们去检视一下 他最近接受了一个网回访问 我看了他的片段 提出了一些辩证 我拿出来给大家笑一下 施老板说 今次的移民潮 比不上1982年的移民潮 对于楼市的打击 他不是说走的人数 走的人数 今次香港就是最多的了 你不要计算三年零八个月 让日本人安排回乡那些 他说八二年的时候 那些香港人移民 就对楼市打击大了 为什么呢? 因为那些人累积了很多资产 变成了 拿着一串锁时 十个八个单位放售的 都大有人在 但是今次走的人 就并非说个个都有楼 这个就是他提出来的辩证 那我就认为 不能够同日而语的 为什么? 因为当时来说 你说移民 很多人十个八个单位放售 问题就是那些人有多少才可以的 而且那个数量 就是说移民的人数 简直就是小无见大无 今年只是头一季 香港居民的淨流出人数 已经达到了146,000人 是创下香港单季淨流出人数的 最高纪录 当然啦 你说 不是啊 有很多因素 不是个个都移民 比如那些外籍人员 他顶不住香港的环境 他要离开了 这样也有 但是也死了 这个数字 山大爪麻有柴 正所谓 就算不是个个移民也好 当有十万人来好吗? 这已经是很多了 当年 1982年的时候 有没有一年 一季十万人移民 那问一下施老板 好了 另外他就说到 说香港有很多新入市的那些业主 他说按三四成都已经是嫌多了 哇 听见他这么说就好笑了 明明当年林郑月娥 搞个林郑 plan 出来的时候 他就是要为那些八成案 九成案的人都提供案保 就是要释放购买力出来 使得他拿着一百万首期 就能够买到一等一千万的楼 啊 就是那个杠杆是很大的 那 喂 怎样按三四成啊 是不是啊 那些是按八九成都很多人的 啊 那些惨的 因为呢 楼市一调整 他就很容易变负资产了 所以我现在劝大家 就算真的 选择了在香港 安身立命了 你真的要在香港长期居住的了 那不要紧要的 就是我觉得每一个人的选择 应该值得被尊重的 但是呢 你买楼就不要那么高危了 又八成九成案 这些很容易变负资产的 真的 市一塌一成两成是什么呢 是不是呢 那就 糟糕了 那再加上现在是一个加息的周期 没得争择的 那个楼市的调整一定是向下的 不会说再 就是好像过去的二十年这样 平稳地上升 是很难做到的事 大家都知道什么事 这间市是不是 政治市叫做 所以呢 就不要拼了 有些事情 就是当然啦 你说 自住没办法的 那一是可以选一下租 或者你真的选择买的时候 你又不要八九成案那么高危 是不是 或者你自己将货就加 自己想 好了 另外 施永青又说到 说 当香港的居屋 那么多人抽 几千的单位 几十万人来到去抽 就证明香港对于 撕楼的需求 楼宇的需求还是很大 就是因为香港的楼价太贵 才造成这样的现象 是不是呢 这个就是有鸡鲜 还是有蛋鲜的问题 好了 他又提出了一点 就是说 大陆不会怎么来到去打击地产商的 他就移到地产商来到去帮忙 增加供应去建多些楼 这样就从而解决香港的房屋问题 我想施老板就未免太过鲁定了 因为按照大陆这么多年以来的经验 打击地产商有什么问题 大陆没有打击过吗 不但地产商要打击 连地产经纪都要打击 大陆自建平台来到去做这个买卖都有 是不是 所以施永青在大陆的生意 才一落千丈 他说不会打击地产商 他说 难道叫房屋处建楼 喂 这个世界有钱 就叫做洗得鬼推磨 有钱就有楼建 是不是 为什么没有 有人出得起钱 就有人愿意走去做的 不一定说要靠私人发展商 才能建得到房屋的施老板 过往来都说 香港的情况就不能够同日而语的了 现在是怎么样 要实施全面管治权 落实爱国者治港 大陆说什么 什么时候轮到你 还要看你地产商面试 随时地产商会被列为 压在香港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之一 就要拿去铲除 怎么还要买你怕 是不是 再加上 港地产商 大陆没有吗 中资取代港资又行不行 所以他不要太老定 不但只是地产商 地产经纪、地产中介也有 大陆是不是 这么多企业 Q房网是其中一间 他自己小心 施老板有这么多东西 在港近期 他还有提到一点 就说香港的营商环境还是较好的 政治还是政治 商业还是商业 我想你应该去问一下 美商会和欧商会 他们怎么想 是不是政治还是政治 商业还是商业呢 如果是的 他说 因什么解救 香港来到今时今日 仍然是未和国际商向免检通关呢 施老板 正正就是有很多的外资企业 外籍的人员 受不了香港那些严苛的所谓防疫抗疫政策 是走人 去新加坡 最好是近日 有些人说 新加坡也不适合下脚 你看看法卿 现在那十几个银行家去哪里 又是去新加坡 嘴巴一直说 哎呀 不会走啊 没有啊 新加坡不行 实际上他们都是选新加坡先下脚 当然 中东那边也是在抢人 但是如果是专注于亚洲市场的话 那新加坡一定是首选来的 不断地来到他有外资 用脚投票 那还不省水 接着呢 施永青还说 是政治归政治商业归商业 那你起码来到说 连那个防疫抗疫的主张 你都不能够有自己的一套走出来 你都要跟大陆 所以才不能跟国际通 对吧 那怎样商业还商业呢 通关都是商业里面 其中一个重要范畴来的 人员的流通不是吗? 哈? 因为有几样东西的流通 货物的流通 人员的流通 货币的流通 那些人员流通那里 现在是 钉了半截的 哈 就是这样的情况 那接着呢 他还说商界不是很理由 谁做特首的了 往事也是这样的 那往事又不像今天 现在是怎样呢? 全面管治权嘛 不是看李家超的 是看上边 捧李家超上位的那个 好了 另外呢 他就在自己AM730的专栏那里 就说到楼市回暖了 这样 他就引述 说很多那些 外国投资银行呢 都承认 他们搞不明白 为什么在这么不利的环境下 香港仍然有这么多人是愿意在香港置业 买不动产呢? 究竟是他们忧虑过多 还是香港的置业者过于盲目呢? 施老板就说给那些外资银行 听了 你们看到的风险 香港的置业者一样可以看得到的 只是投资银行就可以把钱 投到去香港以外的其他地方 而香港的置业者 却是不打算去香港以外的地方生活 要留在香港生活 就 怎样都要在香港有个安身之所 只要选择留港生活的人 仍然是主流 香港的住宅楼市 就仍然会有一定的承接力 施老板 他说来说去那个所谓的乐观的情绪 就是源于这一点 就是说走的人始终是少数 留的人是多数 他就会说走的人不是每个都有楼 留的人不是每个都买得起楼 对吧? 所以他那些讨论 我觉得真的很弱 他经常说香港的营商环境 怎样好 问题就是 保障私有产权是其中一个很大的议题 保障私有产权是基于什么? 就是有良好的法治制度 到底香港现在的情况是怎样呢? 施老板你自己都懂得说一国两制2.0 另外一件事他又不提了 他之前自己有提过的 就是2047那个问题 当时香港买的那些楼 他是有地权的 是不是? 到期的 2047年大部分的楼契都到期的时候 到时是会有什么的光景? 现在有些声音说一国两制应该是行一百年的 那些全部都是不对提的 我告诉大家 我才知道你一国两制行了一千年一万年 你要告诉市民 楼契在2047年6月30日到期之日 将会有一个什么的方案来解决 到底那些业主是要补水啊? 还是无常来续期啊? 还是怎样呢? 是不是跟一国两制同时间续期呢? 你说一国两制续到一百年 续到2097年 那地契又续到2097年 是不是自动续期 你不需要额外给够钱出来呢? 到现在都没有说过这件事 全部都不对提的 一国两制说之 你延续到世界末日 那是没关系的 人家在说地契的问题嘛 你买一层楼回来 当时2022年 你不是说住25年 然后不知道去了哪里 是不是? 或者是有一个 懸疑不决的情况出现的 25年而已 是不是? 用什么而过? 眨眨眼 那为什么你不着目于这一点呢? 你一末就在那里盲目乐观 没所谓的 他说的那些话 大部分人留港 那层楼是怎样的? 去到2047年6月30日 要有个方案提出来的 25年时间 用什么而过呢? 到现在大家都好像 不是当一回事 这件事不可以当八万五 不提就不存在的 因为是牵涉到自己的私有产权的问题 好了 这一节先说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